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AIP技术的出现被称为常规潜艇技术的飞跃性革命 它无需从空气中获取氧气 也就意味着潜艇潜航的时间更长 隐蔽性更强 由于携带某种特质燃料 有人形容它是水下火山口 就是在这样无参照物的情况下 肖海生以全优的成绩学成归来 被任命为全军首位AIP专业技师 基本上的话 现在AIP行李上面的包括技师 班长 七八十都是我带手 潜艇无小事 这是在肖海生二十多年的服役生涯中体会最深的一点 也是他自己一直恪守的标准 我感觉我刚开始心灵上心的时候 我没有说胖 为什么能说 我感到时候我自己胆子很大 但相反的 现在我服役到二十多年了 我感觉我发现我胆子越来越小了 一样说万无一时 我说万无一时还不行 万无一时 一万次说明还有一次失误 那只有无一时才能确保确实没有失误 如今 肖海生在部队已经服役二十多年 零失误 零差错 安全潜航十几万海里 为海军培养了数十位AIP骨干 因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整体的步骤 十个 还有二十个人 同时在一秒钟之内 或者几秒钟之内 同一个时 完成好几十个动作 才能让我们的一个蜻艇完成一个战术动作 所以说只有这么多人都不失失误 他才能够说 这个艇才能保证安全 感谢观看